你见过这么奇葩的夫妇吗 二人新婚没几天 居然就和自己的旧情人们 组成了一场私人饭局 就在萨然和前女友达瓦温存时 贝拉的亲为竹马海哥也找上门来 萨然听到院子里的动静 赶紧松开达瓦的手 走到院子内查看情况 萨然看着交谈甚欢的二人 心中粗意大发 他本想着宣誓主权 却被海哥怼得哑口无言 二人的战争已处激发 而达瓦也感到远远地观望着这一切 因为达瓦和海哥都是客人 所以晚餐时间 私人只能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 场面也是十分尴尬 达瓦为了表示和萨然的亲密 开始使用他的绿茶招式 又是回忆以擒 又是帮萨然加菜 妄想这样就能夺得萨然的关心 海哥看着这一幕也是不甘示弱 体贴地给贝拉加菜 这样一来 尴尬的贝拉和萨然 只能看着面前的男女互相争抢 吃瓜群众们的仆人们 都是一心向着体贴的贝拉 于是赶紧询问达瓦何时离开 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 达瓦见自己被仆人们 急切地逼问着 只能复引回答 说自己明天久着离开 吃完晚饭 贝拉想起今早被萨然吓死的场面 赶忙叫仆人帮忙换新锁 可是刚换到一半 萨然就赶到 把仆人都赶得出去 萨然也劝机抱住了贝拉 但是被贝拉一把离开 然后贝拉叙述着饭桌上达瓦说的故事 虽然表面上看似的毫无波澜 但是字字句句中 都透露出一股醋味 萨然听过也不生气 随口说出贝拉和海格的故事 表示 那就一起吃醋呗 然后调皮地捏住了贝拉的脸蛋 这一举动 讹得贝拉拿着扫帚 追打萨然 而在楼下偷听的达瓦 听到了这一切 不甘心的他 走上楼想要听得更清楚 达瓦听到了二人的嬉笑打闹 只能流下悲伤的泪水 这时他再后悔也无济于事 毕竟 他是为了一个富二代才抛弃了萨然 达瓦回到房间看着进宫的自己 本想着 这本事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于是下定决心要拆散了人 说完后表情逐渐变得凶狠 于是 他拿出化妆 为自己画上一个物理妆容 当他如此打扮 明天一定会发生 四二天一早 贝拉又被站在床边的萨然吓了一大跳 毕竟 昨晚贝拉是用衣柜把门鼓着死死的 于是贝拉质问着萨然 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萨然却不做解释 他说 贝拉晚上做好他爱吃的饭菜 毕竟 自己已经做好丈夫应做的 妻子也应该做好妻子应做的 否则就会收拾贝拉 一脸坏笑的萨然 说完就开门离开 也留下满脸委屈的贝拉 在原地 在桌上 浓光艳抹的达瓦提出自己想豁住的脸 他说 只要海哥不走 他就不走 这下 达瓦和海哥成为一条绳上的骂蚱 海哥借此机会 询问着达瓦的杯子遭遇 达瓦见口是听从了父母的辞职 自己嫁给了一个不爱的人 才有了这段不幸的不一 也很明显 现在暗示贝拉和萨然 也不过幸福 贝拉却表示 正是因为父母的辞职 所以更应该尽到夫妻双方的职责 来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萨然看着面前如此渐渐的迷人 心中的爱意 过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